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金 在今天这个新环境里 我能见到一个我特别想念的人 你还不赶紧出来 Hello 对 我们两个合体了 昨天晚上四点多到的泰国的曼谷 为什么没有回马来西亚呢 这一次是又被赶出来了 对 只有他有MM2H 对 我现在在这呼吁一下 咱们那个马来西亚旅游局 能不能赶紧把那个 EMM2H的家属签证给处理一下 是 我一月份就 今年的一月份就申请了 到现在任何动静都没有 现在都熬到了新 MM2H都开始接受审理了 我们老二家的这个家属签证 现在一直没有有任何的推进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有二家签证 没什么用啊 老婆孩子还在出境 出境我还待几天 然后一直回来 四点多到的曼谷 从中国 然后我爸的化疗 第三轮结束了 我就赶紧从郑州过来了 真的太整 挺累的 生生的等他等到四点 我快磕死了 对 其实 虽然如果你看这个签证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正常的话 我就直接回马来西亚了 舒舒服服的睡一觉 那没办法 正好要赶上这个节点 他们必须也得出境一次 所以说呼吁一下赶紧啊 不然我们太丧心了 每天这样折腾就受不了 昨天呢 然后我跟女儿 经历了一小点意外 就是我们被海关 当时问询了好久 差不多有十来分钟吧 我就特别慌张 生怕错一步就把我卡在海关了 因为我办了special pass 然后海关可能觉得 我那份special pass是假的吧 因为小李是这么告诉我的 中介是不过如说的 然后就过了15分钟呀 吓死我了 对 好像我问了一下 我们的那个中介 帮我们办special pass的中介 好像是这一段时间 确实移民局在反腐 而且还抓了很多 卖SP的这个人 对 所以说现在查特别严 对 就是说如果说是 现在大家也有人办SP的 一定要就是说 找正规的渠道 对对对 有正当的理由 对拿到真的 去办你这个延期 对 不然的话你出关的时候 会很麻烦的 对因为昨天他出关的时候 还看了 我幸好带了小李的二家文件 还有我递交 办理二家文件的证明 然后海关最后看完了以后 才放我走的 差一步呀 出不了了 吓死我了 就我跟女儿呀 其实我昨天 出中国关的时候 也很麻烦 是 不知道这一段是怎么了 然后中国这边出关 查的也是特别严 对 要酒店的订单 之前是不要的 对 你看我去趟泰国嘛 是 就我前面那个人 还给人家家属打电话 问何时 具体你出过的原因 然后还要看他的抖音号 还要看他的那个 小红书的攻略 对对 你的历史记录 让我看一下 哇 特别夸张 好了 今天我还要干一件最重要 我最期待的事情呢 就是把我的护照 还有我女儿的护照 交给她 我不想再装了 我这种强迫症 走路上 能把我的包翻一万回 就再检查 我的护照有没有还在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不能 这个东西 我一般都是我装啊 你这样显得我很粗心 其实我最喜心 只是我不爱装文件 因为这些重的东西 我平常都是 大家可以看到视频 我都是带这个腰包嘛 对 因为这个东西就随身贴着 我平常也不 这个包也不卸 所以说把护照 装进去会比较安全一些 在马来西亚生活 就是即便你有长期签证 不管你什么签证 都要把这个护照 随身携带 如果警察 如果说查你的护照 你没有 就特别特别麻烦 对 好了 我们今天话不多说 我们两个要去 带着大家一起 云逛间曼谷 对 OK 1 2 3 4 这会儿呢 1家3口 要美美的出街了 我们这回入住的这家酒店呢 还是我们以前经常住的酒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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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天啊 我们俩恋爱第一次来曼谷住的这家酒店 然后生了孩子 还是住这家酒店 现在孩子八岁了 还是住这家酒店 没有换过 七八年了 对 证明我们两个都是什么 超恋旧 还是超专一的人吧 专一 对 来看看 哇 今天曼谷的太阳好大 快快快 你跟LiLa过去 没办法给你们两个照相 忘了啊 记得是这个 1 2 3 Tiama Center 就是这附近好就好 来的很多商场都是串在一起的 泰国是真热 泰国真的感觉得马上下热 对 知道为什么我们两口子 在加拿大待不住吗 我们两个其实都超级爱逛商场 那个当趟的商场 有那么一两家吧 还倒闭了好几家 哈哈 人喜欢热带地去 是 暖和 对 整个人都是很阳光的 因为我就在中国待了一周时间 我拉着一下 我就在中国待了一周时间 但是这段时间是中国的秋天吧 每方是秋天 秋天就是绵绵气雨不停的下 整个人也是让我回到了 就是当时在温哥华那种感觉 对 就特别抑郁的 是 然后不下雨的时候 它就天灰蒙蒙的 就雾霾就开始了 这个时候又是雾霾的期间 对 最近那个污染指数都超标了 超标的爆表了 现在也标了 天灰蒙蒙的 车上都是一层一层的那种 就是一层的那种黄土 特别 这看着人心情特别糟糕 在马来西亚 我基本上车我两个月不洗车都没事了 两个月不洗车 车还是干干净净的 平常我们在马来西亚洗车 就洗一下车的表面 车里面自己拿新生信 好像那样洗一洗就OK了 对 洗车在我们的花费清单是不存在的 是的 便宜 对 小李说我的女儿今天被我打扮得超级中国风 因为穿起了小碎花 爸爸可以买个Hello Kitty吗 你昨天刚买Hello Kitty 还Hello Kitty 现在家里全是Hello Kitty 我在记录 其实我看上的那个Hello Kitty包2000块呢 不是普通200块的Hello Kitty 好皮 虽然我们两个是老夫老妻了 但是我依然走路的时候喜欢跟小李牵手 其实大家不知道 小李有一个很奇特的癖好是什么 回答 爸爸喜欢干什么 买鞋 对 我作为一个女人都没有什么爱买鞋 她超级爱买鞋 我已经挤了好几个颜色了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款 泰国的小装饰都好好看是吧 它就是这种 造型 这种时尚设计品 就是挺不挺的 确实不错 很有创意 我们上回吃的就是这一家 这就是带小红酥还是什么 一直在推 但是我们上回自己吃了 也不错 确实挺好吃的 哇 哇 又是长龙怎么办 我去 这么多人 那等吧 这会儿又要等位了 我们还有四桌吧 感觉等了已经20分钟了 真的比那个湾姆卡玛那个好喝 两杯才20人民币 你为什么要喝 我们在湾姆卡玛最喜欢的饮料 不是这个牌子 这个好像这个牌子挺出名的 很清爽喝起来 很清爽 好多人排队 好多人排队 太夸张了 价格也不贵 是怎么样的缘分 我们进来坐到了跟上回一样的位置 小李 哎 缘分妙不可言 同样的餐厅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我们一家三口 这一次我准备吃草了 你准备吃草吗 是的 超级火 风很大的餐厅 上回来吃味道其实还不错 好饿呀 不敲桌子会穷哦 好饿呀 好饿呀 昨天爸爸下飞机 就没吃饭 就没吃饭 饿死我了 这会我们的第一道菜上来了 是小李最爱吃的什么呢 生烟虾 关键点指里面有苦瓜 我的最爱苦瓜 夏天天热吃苦瓜 绝对是爽 对 咖啡 终于让哥吃饭了 哎呀 这个我还没吃过 这个点的是咖喱这个什么玩意儿的 然后就有很多叶子 有很多草 试一下今天试一下这个 为什么我爱吃草呢 因为以前 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爸妈小时候工作很忙 就我自己在家 反正在家的冰箱里面 solo一下 什么能吃 不管生的熟的 只要能垫肚子 就有什么吃什么 吃饱就行了 吃一下 咖喱蘸这个米粉 君子 这是什么山上来了 百丽公 鲜罗百丽公 啊 鲜罗百丽公 就这家饭店 转着吃一面 菜品真的是可以的 真好吃 真的每道菜不踩坑的 不敢说它最好 但是在这吃绝对不会踩雷 因为我们每次来曼谷都会来这吃一下 第一它是商场没有那么燥热 第二就是带孩子 而且小李肠胃不成好 就是如果我们在外面的小地方长多了 然后天气又很热 就很怕我们的肠胃不舒服 拉肚子 我想的这家餐厅 虽然它可能有一些人就说一般好吃 但是其实蛮适合我们家胃口的 因为就是各方面的搭配 每个人喜欢吃的食物都有 这会请欣赏小李吃草 这个好像是柠檬叶吗 还是什么罗勒叶吗 对 就是吃草 还是吃草 吃草 还有生豆腰 这好干嘛 你确定你就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吃 反正真的好吃 不是 我想说你就是确定你是在泰国吃饭 不是在印度吃饭 你为什么一直手抓 方便 之前我在TikTok上经常看越南人 越南人看这个菜 我在河边生抓一条鱼 刷一个蟹什么的 直接就一切片生吃 然后做什么蘸汁 然后就吃了 我感觉吃的特别美 教教爸爸怎么吃饭 你让你快点 这会儿呢我们家三口吃饱了 太饱了 老公吃饱了吧 太饱了 不要说话 已经把所有的菜炫完了 点的最失败的就是这份意面 虽然味道很好吃 但我姑娘有点浪费 如果这会儿是在马来西亚 我一定会打包回家 给她当下午饭吃 我们点了几个菜 一二三四 五个菜 五个菜 我看人家都是一桌两个人 人家就点两个菜 最多再加一个汤 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点了五个菜 但是我俩却完了 老公去买单 好的 终于有人替我买单了 不用我自己买单了 我们先逛我新找的那一家 昨天发现了这个垃圾框 特别个性 你看 小李请看 就这个 超级个性 然后我女儿就说 这么高谁能扔马 其实是因为它太低了 泰国的公交车每次都可牛 都可牛叉装饰的 你看一下 很浓宾 很浓宾 还是老公再很踏实呢 昨天我跟女儿 自己在这走路的时候 还有点紧张的晚上 因为蛮多那种就是 小年轻吧 又跳又蹦的 然后就是还挺让人慌张的 我觉得自己带孩子 在泰国旅行吧 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的 我拍视频 你知道吧 我能拍两个小时视频 我只剪算十几分钟 大家老说我话多 其实我话根本不多 都是她在说话 静姐的话不是一般的多 她觉得我的话没有营养而已 但事实上我拍两期 大家挺喜欢看我废话的 你们就说对不对 不对 你爱心吗 我觉得爱心挂着没有花花好看的 那假的没有颜色 那我拍个绿色的 那我拍个蓝色的 那我拍个蓝色的 我的消费习惯 我感觉自从住在马来西亚 就已经被改变了 我特别热衷于买真枝袋 还有购物袋 感觉那些 就怎么说奢侈品包包已经不香了 我现在想一想 我好像好久都没有买了 就算买了 我好像也没有背过 对不对 小李总觉得我说了很多废话 但是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听 编织还有购物袋 我觉得可能比较方便吧 因为每天带女儿出门 要拿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心想都是小李可以再给我买一个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 都是堵车 这种马来西亚的堵车 是冻的 这个是停车场式的堵车 别忘了点赞关注哟